做溝通 那Facebook這邊會跳出一個視窗 就是讓你做登錄的動作 就如果你還沒登錄的話 他就讓你做登錄的動作 那如果你已經登錄的話 他就會把Session回去給你的那個Server 回去給你的那個Browser那邊 然後你就可以 開始跟Facebook做一些溝通的動作 就是你外部網頁就是大概是這樣 跟Facebook做溝通的動作 好 那講這麼多 哎呦怎麼這麼快到今天糟糕 好 好我們還是得背摸一下 那先讓大家看一下 嘿找不到 好 那Facebookcontact的部分就是 我是用一個知名服務 知名為什麼叫知名服務呢 因為我用過太多次了 好 那這個服務的話 我昨天看到的時候才嚇一跳 奇怪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三個User 然後我昨天看了 才發覺原來這蛇 他竟然也跑來加入 實在太無聊了 好 我只是在demo用的 好 那我們來現在看一下 這個跟剛剛那個 FacebookAPP比較不同的是 它 需要在connect這邊做設定 好 就是 你傳的UIL是哪裡 好 因為他要知道那個 他要把那個 資料丟回去給哪裡 所以 這個就是我的 SoneRadio的網址 那我先點到SoneRadio 好 這其實是一個那個電台服務 那可能學弟妹比較沒看過 那就是 好 就是一個網路電台 目前我把它關掉 所以不能聽 好 那他就是可以聽音樂 然後那個 你點歌的話 你點歌的話 它可以一直在下面 就是 一直累加下來 它會一直播一直播 所以你想聽什麼歌 你就可以去點 那我隨便點 好 就是譬如說我點 我要點兩微音的 兩微音怎麼在那麼後面 好 譬如說我要點 這首歌 我就按點歌 我現在就沒開電台 我會點什麼歌 好現在不能點 因為我沒有開 好這不是重要 因為我今天要 示範的不是這個 我今天要示範的是 Facebook還能怎麼用 好 那大家看到 最初看到這個按鈕了 對不對 那所以我今天 如果我按下登入的話 怎麼畫呢 嘿 怎麼畫也這麼慢 好 該不會家裡的電腦 已經QQ了吧 好 太棒 喔 因為我現在已經那個 我Facebook已經在登錄的狀態了 所以他就會看到 他就不會讓你出了 登錄的動作 他會直接 把你Facebook裡面的資料 讀出來 這就是我Facebook裡面的照片 好 那這就是我隨便填 我之前有喜歡的影片 有profile裡面填的 好 那這邊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Hupo裡面來聽歌 那是幹嘛呢 就是 我一按呢 就跑這個 這個大家都看過嘛 很亂嘛 我光是從Chrome裡面就是亂嘛 好 那這個就是 可以在你的wall上面 可以貼出資訊 譬如說 我現在隨便貼一個 我貼一個hi 然後他在寫 你目前正在播什麼歌 其實我現在沒來播啊 只是目前可能 剛好到這一首 然後我貼出去之後呢 我就可以在我的Facebook裡面 唉呦 怎麼那麼多分頁 到底是哪一個 好 太棒了 都沒有 好 隨便開個分頁啊 好 我就 就可以看到 我剛才的資料在這裡 好 那我現在很想把它刪掉 先把它刪掉好了 好 用move 好 那因為今天我是已經用過這個服務了啦 所以就 你們可能就比較沒有看到 他會讓你那個 確認就是 呃 就允許使用 允許這個服務 存訊你的資料之類的 好 所以大家其實這邊可以看到 所以我今天我自己做了一個網站 我不需要有自己的會員 我不需要自己做自己的會員認證 我不需要讓 別人來申請會員 因為如果今天 那麼多服務對不對 你在外面看到的服務 你會想 隨便申請會員嗎 你就看啊 還有申請會員好麻煩 就算不要用好了 所以今天 這是為什麼我們要結合Facebook 因為Facebook的帳號 大家幾乎都有嘛 對不對 所以今天你只要用Facebook的帳號 你就可以登入你的服務的話 是對於別人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而且 因為透過Facebook在那邊做認證 所以我也不用怕說 唉呦 我就要隨便申請一個服務 我不知道他會把我資料賣掉 我不知道他 要是我輸入的帳號密碼 跟我常常的帳號密碼一樣 那 他會不會去開我別的服務 之類的 就是不信任感應會比較少 所以這結合Facebook的好處 還有另外好處就是 像我 這個服務 你看默默無名服務 誰知道 可是如果 一開始有幾個人來用 好 那他開始用了 那開始他把一些資訊 Post在wall上面 剛剛不是有看到 那個wall上面有 Post了一些資訊 那別人看到他也會去來用 所以就是可以增加到 就是我服務的曝光度 可能會更多人來用這個服務之類的 好 那這個就是 Facebook Connect的好處 那其實今天我們比較 不是要講好處 而講開發的部分 好 所以就是只是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流程大概怎樣 那我今天如果已經登入的話 我還是先按登出 好 那登出登出就回來 就回來這裡了 好 那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為什麼我按登入之後 他知道把資料丟回去哪裡呢 因為我這邊有填一個Connect的UIL 那這個比較重要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他其實就還好 好 那 Code的部分 好 如果一定要有下午場的話 我們下午場再來看一下Code 好 其實我不是很想看Code 好 那這個就是Facebook Connect的部分 那所以這跟APP 大家要比較分得清楚就是 Facebook APP主要是 把你的服務融合進Facebook裡面 所以就是讓常常使用Facebook的人 可以去使用你的服務 那 如果是Facebook Connect的話 他其實是反過來的 他就是 把Facebook的這些資訊融合到你的服務裡面 所以你就可以用Facebook的好處 比如你可以使用他的資料啊 你可以借機宣傳你的服務啊 之類的 好 那所以其實有他的好處 那就是看開發者怎麼評估 要不要使用之類的 好 那我們再來前行提要一下 就是到最後結論嘛 那主要大家要分辨到這兩個的不同 那另外的 另外的不同就是 呃 大家要注意到就是 那個FBML轉換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Facebook的APP的話 他主要的request 就是剛剛那個 一直看到的那張圖 那他的動作就是 呃 Facebook的Server會在中間 他會跟你的Server做溝通 然後把資料 把FBML轉化之後 然後丟回去給使用者 所以他就可以看到他要的結果 好 那如果今天你是用Facebook Connect 或者是 明明是你寫那個Facebook的APP 可是你用JavaScript的Library 因為JavaScript也是在 客戶在那邊執行的嘛 所以不能先經過Facebook的轉換 那不能經過轉換 他是怎麼處理這些動作呢 他就是用一個 Cross Domain的 的Channel來 來做這個動作 那剛剛其實也看過 就是不久前才剛剛看過 他就是 開個Fram 就是在你的 服務裡面開個Fram 然後在Fram裡面其實就是Facebook 這邊 跟你約定好 要幫你做認證 那約定就是跟他在那邊 在你的那個 APP的setting裡面 那你在那邊 你可能已經 設定好 就是你的API key是多少 那 他就會依照這個 來幫你做認證 好 那他在Fram裡面幫你做認證之後 他會把資料 丟回去給receiver 然後你身邊接收到資料之後 就是你 你自己使用的 裡面接收到資料之後 你可以再把他做處理 做呈現之類的 那這就是兩個 比較重要 也有兩個不同的 比較不同的方法 就是用來 用來處理Facebook的資料 好 那其實講那麼多 那如果 一定要有下午場的話 我就不知道那個 老師會不會讓我們 中午就放學這樣 好 那要下午場的話 我們可能下午再來 仔細的看看那些API怎麼使用 或者是 來看看那些FBML FBJS FQL 的使用 我們可能再 詳細的再跑一遍這樣 那主要介紹 大家聽到這邊其實 要有信心 就是你已經可以開發 一個Facebook的程式了 對 所以 雖然你可能覺得 喔 才聽兩個多少次而已 可能沒有學到什麼 可是其實 Facebook的程式看完 不用那麼難 那其實我解讀很簡單 解讀就是 請大家動手去做 因為 呃 程式這種東西 我自己覺得 不是說你今天買一本書來看 然後你把這本書看完 然後 你就會變成很會寫程式的人 不是 你今天一定要動手去做 那講那麼多 像前面講FBML 它tag那麼多 那如果我今天全部介紹 你可能全部學的話 不可能 那我自己也不可能都會 我自己會也是一點點 就像你們學的Java一樣 每個API每個方向你都會 不可能 一定是你常用的 你才會記起來 所以其實程式就是這樣 你只要有一個 什麼使用手段行邊 譬如說 Facebook的Wiki 它裡面很方便 就是 你要什麼資料它都有 那你只要有這些參考資料 你就是一邊操作一邊學 那所以剛剛其實已經把幾個 你 作為一個開發者 你需要 你需要的資訊 都已經交給你了 所以接下來你要做的動作就是 你怎麼開始去做 這樣 那 你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 譬如說 我要使用PHP的Library 要怎麼 要怎麼部署 要怎麼安裝 對不對 那這些可能就是大家都看一下 技術文件 之類 你下載回來的Library 它都有ReadMe之類 裡面一定會教你怎麼安裝 那 剛剛一開始可能就是 新手一開始上路 可能就 環境部署可能就會花一點時間 怎麼都讀不到那個Library之類 這些問題可能會遇到 那 其實這種問題大概就是 你遇到一兩次之後 大概 就熟了聲音小姐OK了 所以 接下來 真的就是 我自己的感想就是 這也沒什麼好結論 因為這並不是 一個什麼很複雜的技術 對不對 只是一個